大家好,我是刚刚,欢迎大家收看呢,由刚刚给大家带来一个自由之弹 我们今天的自由之弹的话是来跟大家说一下团队强力组合英雄 我们算一个法师 那说句实话,其实这场比赛的话,大家前期是没有任何优势的 我也没有录视频,到了后期我发漫漫漫的 就感觉可以打啊,可以打 比如说我打沙卡的话,也并不是感觉非常的这一个干 即使他纵有千百方技能,你要奈我何 我就减速你,我就减速你,我就减速你,减速你 确实他打的还是让他痛啊,就不得不说 就我打人有时候还是真的犯了痛 那这一个英雄在团队中呢,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 你看,他直接想越塔强杀我 但是他不知道安利的一个大道呢 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承受他的一个大道 所以说我刚才还是吃了一发的一个雷神的 这个大,但是毫无关系 这个完全丝毫不赢,我在这边装兵 到这后下路的一个情况呢,是有点糟糕 我们赶紧去下路是回家帮一波 这样比赛,补兵,补兵算了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 我觉得我们现在下路塔已经掉了 现在下路塔已经掉了 哇哦,你这个指向性还真是弹疼啊 指向性还真是弹疼 减速到了,那这一波可以杀 那所以说,安利他的团上中,他的一技能是有什么? 减速,然后呢,他的二技能呢,是带有迅运 只要把大剑切中的话 被这个大剑切中的话,我们都是可以杀的 好了,那这一波的话,哎,好遗憾啊 这个没把他给输在里面 说让他开了一个快道往里了 所以说他撸了一个快道往里了 但是呢,他居然自己也能用这个一二技能呢 是逃出这个宝宝圈 好,我打开了一个 我打开了,我已经被激活了这一个大柱子啊 所以说我现在得赶紧走 不然的话,这个可能要挂掉 如果说雷神有大的话 那我这边可能没什么优质 啊,现在是9比8,9比8 他们中间选择在通,牵制突破一个 想杀出一个突破狗 好,他也有大柱子,那就喝非常有点心啊 这个大柱子呢,瞬间是帮他散戈了一个血呢 好,这条篮的话我们抢的是非常的给力啊 有了这条篮,我们天黑都不怕,天黑都不怕 好好打,好好打,对,好好打 哇哦,不要越塔强杀啊 你这个实力作死啊 我的一技能的话也并不是非常这个能够得心应手啊 你看雷神这边一过来的话 我们这边可有点扛不住 不行啊 哇,你看我在雷神这屁一下的话 估计要挂的 呃,就是这样 我这不好上 那这一个确实 打的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啊 有点不太舒服 那中路草估计是要掉 雷神确实是一个糟粕 这边只有让他先死的 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这个局面给把控住 到了后期的话 这个圣剑呢 是必然的 我们先把台拆了再说吧 先把它减速一下下 然后我们就打的是我 干嘛 继续减速 OK 上卡过来了 我当然要走了 走圈圈了 绕圈圈了 绕圈圈了 哇,大路子没有啊 还好 哎,大路子是有的 那么直接在原地放一个大捞 瞬间暴涨 哦,我进去现在是不能玩了 没办法 没办法 玩不动 so,改了 只能是赶紧回家 真的是玩不动了 呃,这个亚四王呢 他是有点 就是说 有点异想天开这种感觉 啊 就是说强行想 强行想呢 想在这边呢 给我造成这一个伤害 啊 但是呢 又不想我的一个大捞呢 其实能在当他坦前的瞬间 负面 呃,那这一个 无论团杖 或者是在自一个 个人单挑的时候呢 在适当的情况下 我们的一个大捞 能够给予敌人 技巧啊 至少百分之五十的 这样的一个爆发伤害 很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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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 是吧 相信我们今天一个动速度 好了 那这边的话 估计他们几个人是上去上路去 要去抓这个剑胜了啊 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啊 估计抓剑胜 那这一波的话 我们还是有任何机会 再把下路塔给拆掉 那这比赛的话 在前期呢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任何优势 呃 但是到了后期 我们慢慢打的话 这其实是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这次的话 我要买的 不但是这一个 而是这一个 奥一圣剑 真的是非常重要啊 那我现在已经发现 有人是 什么鬼 有人是已经隐身了 先把他晕住 对 他已经被我晕住了 在这边要遭受一样 死亡的一阵暴打 他有没有机会 小心 小心 哇 不行啊 所以如果大到真的是能 给他们在原有基础上的血量呢 是减少了百分五十这样的一个 呃 输出的话 但是 呃 真的没办法 两个人是太肉 而且我呢 又什么 太脆 脆与肉 呃 这个脆与肉之间 所以说我的输出高 但是呢 我的一个技能呢 是需要CD时间 那也就是说 呃 相比而下来的话 我还是更加的没有什么任何优势 打起来的话 我还是 首先如果我是这一个满血状态的话 那 那还好 对吧 哇 我还有意思 但是 还有意思可以找 但是呢 如果我是也是差不多半潜血状态 即使有大肚子呢 为我抵挡这样的一个伤害的话 两个肉这样对我殴打的话 我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招架之力 但是这个英雄确实 那么看到我们刚才一个大刀呢 放出来之后呢 给地面的什么 就是说 在原有血的目前这个血量的基础上呢 直接是减少50% 那也就是说 帮了这个猴子呢 瞬 瞬间呢 就把这一个 呃 养四王呢 给他掳掳了 好 那这一波的话 按照他们在团上的呃 这一个窃提的话 我们是实力把这个 这个下路卡呢 给投掉 因为我现在有了一个圣剑 剑术 太肉了 啊 就过太肉了 你看 你看 没打不过 我打不过 我估计打不过 但是又不一定 呃 还是打不过 你看 打不过嘛 差一点点啊 他出了这个是这么多 你看 火甲 然后呢 一个魔龙之星 还有这个是 暴击啊 有没有 正中 还有这个众神 啊 那打起来确实 你说不 打不过 那确实真的是 护甲这边 我感觉有必要买一下 呃 打不过 我感觉也是情有可原 呃 像你说一个法师和一个肉灯去单交的话 呃 重置你法师的一个伤害呢 是怎么样 呃 但是呢 重置你法师说 输出再高啊 但是技能西医这边的话 你补光的话 就没有任何输出的 啊 我们只能靠技能来存活 啊 那所以 在单挑这方面 我觉得法师和肉去单挑的话 确实 除非有空 你说有空 而且就控得准 不然的话 我们 即使重蓝是那样大的话 我们也就打不过 那么战比赛呢 最终也是 逆袭了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我是康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